Hello,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桌面2.0 现在是网上很多是流行的桌面收藏桌面整理,清理,出了好的版本 今天也展示一下桌面收视的情况 断水里吧,断水里,然后就是看那个左边,左边是一个茶杯,然后我放了一打纸在上面 因为那个茶杯是热的嘛,热的就是容易把那个桌面给弹坏了或者起包了之类的 因为那个茶杯温度比较高嘛 然后在茶杯后面的是那个是松下的一个就是LED的 LED的一个台灯嘛,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5瓦很亮的就是但是耗电量比较小,就是5瓦的公里嘛就是 然后就是后面是一个插牌,插牌就是给我的那个是卖个博物充电的嘛,充电适配器 然后这个是适配器,然后这个是就是适配器旁边呢是是一个小的那个USB的音箱就是GBL的 这个牌子就是是蜗牛音箱嘛,就是功力不是太高,但是比较小巧,然后是便携性比较好 然后现在是给收纳起来的,它它两面是通过能线连的,然后是一个USB口或者是3.5接口接到那个接到电脑上就能放了 嗯,两个音箱中间的是一个是我的iPad三,iPad三代,然后这个是因为比较老了嘛,就很少用 嗯,然后它那个系统也是没法升级了更新了,就是 因为我平时用那个MacBook Pro,嗯,就是那个给那个是用不用iPad也行 但是现在还没有,嗯,还保留了,没有卖吧,因为这个是因为是我的第一个iPad嘛,所以就是收藏了吧,就是以后也不打算是在网上卖了 这下面是我的那个MacBook Pro 2015,2015就是,嗯,它是比较经典款嘛,然后有那个指示灯,然后是,嗯,键盘也有那个是亮度嘛,嗯,看看键盘的灯啊 这个是现在屏幕是,嗯,就是有点,就是屏幕实现场里有点滑,但是不影响那个是工作,就亮起来就是一看就是也是正常的 再到旁边就是一些就是日用品的收纳嘛,就是用一些小的那个,就是塑料的那个,嗯,收纳的容器啊,就是一些一些就是护肤的,还有线采呀,你看还有这些就是我以前的那个, iPhone4s这些还也是充电器 就有一些剪刀啊 就是放在这里 这就是我的那个桌面的那个桌面2.0 可能是比网上那些别的博主 可能是带那个升降台呀 可能说我这个是还是固定的 就是高度不是太友好 然后现在就是正确能 正确能是就保持那个是断舍礼吧 就是保持桌面的一个清洁 然后整洁 做到这一点 今天那个我在桌面 Desktop桌面2.0 V2.0 就是大概就介绍在这里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评论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这个频道是 相当于是一个新手吧 就是就很多 也是在摸索当中 今天那个桌面2.0 就分享到这里 我会保持桌面2.0